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理查德上将告诉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说中国的巨浪三的射程估计超过一万公里 能够从南海的一个受保护的堡垒里面打击美国 弹道导弹的飞行一般采用大圆航线 也就是飞行的轨道面要穿过地心 大圆航线路程最短 所以一般的弹道导弹都会采用这种飞行方式 要是用大圆航线从海南岛附近 是不是能够把射程一万多公里的导弹发射到每个本头去呢 事实证明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用电子地图来做一个测量 导弹从三亚外海起飞一路向北 沿着中国的东部上空飞行 如果要想抵达每个本土最靠西北端的大城市 也就是波音公司所在的西亚头吧 那么要穿过朝鲜半岛 几乎是正好从三八线上空飞过 再向北经过俄罗斯的远东 穿过鄂赫刺客海和堪叉加半岛 再穿过北林海峡 从阿拉斯加南部的半岛上空进入阿拉斯加湾 导弹差不多就要再入打击层了 然后再向东南方向飞行 才能抵达西亚头 这段距离超过一万一千公里 按照帕波洛所设想的一万公里的射程 根本就够不着 如果要打击美国西海岸中部的最重要的城市 也就是旧金山 那么导弹要飞行一万一千八百多公里 要想打击洛杉矶导弹 至少要飞行一万两千三百八十多公里 一万公里的射程是根本不够的 如果把目标改为美国的东北部 那么需要飞行的距离就更远了 比如打击芝加哥 需要一万三千二百多公里的射程 打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纽约 要飞行一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公里 打击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要飞行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公里 也就是说按照一万公里的射程 无论从南海的哪个位置起飞 都绝无可能抵达美国 潜艇携带射程一万公里的导弹 必须向北航行穿过巴士海峡 进入台湾东南方向的南鱼岛附近 才能够把核弹头送到西雅头去 如果要想把弹头打到纽约 那核潜艇就必须进入西太平洋 然后一漏向北 抵达日本正东方向 大约一千公里的位置 要想打到美国的东海岸 那么就要再向北或者向东一些 所以中国核潜艇在南海 用一万公里射程的导弹打进美国 这完全是没有好好的学授学的结果 哪怕是把小学授学当中 关于圆湖的知识 再去好好的复习一下 也不质疑犯这么可笑的错误 一年前美国国防部就指出 解放军海军正在研制新的核潜艇 可以从中国的近海打进美国 当时出来见记者的 就是这位帕帕洛 有记者问他 解放军的094型导弹核潜艇 有没有能力前往夏威夷附近的海域 进行战斗行逻呢 当时他拒绝回答 其实记者的提问是有道理的 夏威夷在太平洋中部 略为偏东一点 解放军的导弹核潜艇 抵达这个位置以后 哪怕是装备射成8000公里的导弹 也可以轻松的覆盖美国前进 而且美国海军 对夏威夷附近的海域的控制 没有什么想象的那么严密 2021年的6月份 俄罗斯海上演习编队 曾经前往夏威夷附近的海域 进行了反航母演习 俄军呢 出动了五艘战舰 穿行在太平洋上 结果美国海军被迫紧急调动 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前来应对 如果蒋军的核潜艇 秘密进入夏威夷附近的海域 那么美国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发现的 从海岸岛附近海域到夏威夷 漏途超过9500公里 潜艇日夜兼沉的话 按照25节的水下行航的速度 大概需要200多个小时 就能够抵达 考虑到核潜艇穿过第一岛链的时候 为了保持隐蔽 不被美日部署的水下坚定阵列发现 可能需要把速度降低一点 那么用十多天的时间 也完全可以抵达夏威夷附近的海水域 一般来说 两个核打国之间 很难发生不宣而战的事情 从局面紧张到态势升级 再到双方正在开始准备打仗 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 一旦中美之间出现了核战争的实际危险 减分间的导弹核潜艇 还是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前往太平洋中部的 美国海军的计划人员 对这一点应该是心知赌民 因此帕帕洛等人在记者面前 在国会面前的胡言乱语 背后不知道收了多少人的嘲笑 美国人数据的能力比较差 算是被帕帕洛和理查德 这两位上将给实锤了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